今天来调解的是来自江西九江的一对母子 31岁的儿子小赵 有长达十多年的时间 没有叫过一生自己的母亲 十几岁的时候就从来没叫过妈 到今天为止都没叫过 母子间不像亲人 却像是仇人 他现在就是跟我说话的那眼神都带着杀气 我说你信不信我把手砍掉 任何一个人跟他在一起 没疯的话只能说意志力坚强 是什么让儿子对母亲充满敌意 又是什么让母亲李女士委屈痛哭 直言自己怎么道歉 都无法让儿子放下仇恨 母亲李女士曾经做了什么 让早已成年的小赵 如今仍旧惶恐不安 调解老师们为何对母子俩充满叹息 为什么彼此就像两只刺猬 你们是母子秦深 到今天变成了母子仇深 最终他们能否解开心结 化解怨恨 找回母子亲情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每日坚果每日营养一瓶搞定 金牌调解指定健康饮品 均摇六种坚果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母子二人 妈妈李女士 儿子小赵 我们了解一下 母子二人来金牌调解 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就想调解一下 我跟儿子 科学关系怎么相处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现在就是对我反感 只要我跟他 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他就觉得他不输 就来责备我 只要坐在一起 就是不说话 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压抑 已经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射了 我想让这边的一些老师 来评判一下 我的母亲 有很多的想法是错的 我今天来这边 就是这个目的 她非常自私 语言暴力 小赵自称 对母亲惯性排斥 李女士在儿子小赵面前 则像一只受惊的小鸟 惶恐不安 母子俩如此异常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导致的呢 李女士告诉大家 问题源于2014年 那年 她出资给儿子 在南京开了一家青年旅社 随后 她便过去帮儿子 一起打理生意 死后的几年时间 她和儿子 因为经营管理理念的不同 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争吵 母子之间的关系 也越来越僵化 就在上个月 儿子跟她大发雷霆 甚至以死威胁 我们是做网站的嘛 把图片啊 那些房型都是放在网上卖 她喜欢的那种感觉就是 感觉挺乱的 乱七八糟的那种 她就觉得那个图片是很好看的 那个网站做了一两年了 一直就也没怎么做好 我都建议把那图片啊 就是说换一下 不换 她就说我眼光不行 我不只说了 就是上百次几十次了 我都不是我夸张 但是她不换 结果呢 我自己就拍了一些图片 我觉得很整齐的那些图片 传上去之后 那网站的话 明显的订单量就多了 然后到前段时间 她就发现 就是说 这图片是不是你换的 是你换的 这个图片你换上去 什么什么样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是说这个图片 没什么问题啊 我就跟她辩护嘛 然后她就指 那用手指着我 你背嘴 你赶快去死什么的 就这样子就骂我 你再说我就用刀 把我手砍掉 每次跟她说的什么 就用这些来威胁我 要么我跳楼 要么我砍手 我确实说过这个话 是因为她不停地 语言暴力 不停地讲 我说我说不要再说了 你闭嘴 但是她还是要说 我说你信不信 我把手砍掉 就这样啊 因为她不停地讲 她刚才说了 她就偏偏喜欢 那种乱乱的东西 因为你不懂艺术 她自己的那个眼光 就非常的老土 然后就买一些 可以说在30年前 都非常的 大家都不喜欢的那些 假的那些 哗哗草草 就假的那些 就是我的眼光 肯定是比较好的 这毋庸置疑的 人家私底下 就会跟我说 说实话 你妈弄的这个 真的很难看 已经有很多人 跟我反应了 这个东西很难看 很老土 你想一下 你上场这个图片 面临的是什么 妈妈认为 她招来生意了 确实是 我觉得她 有一点愚蠢的是什么 包括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是 自私的人 她不觉得自己自私的 要不能 她就不叫自私了 愚蠢的人 也不会觉得 自己是愚蠢的